爸爸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吵过架 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天天躲着妈妈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来到了爸爸的书房 捡到了一本日记 2月1日 秦 他今天出差了 出差前不知道为啥给女儿留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满了习惯的东西 但是女儿对那些东西言听计从 2月2日 秦 她好像忘带了什么东西 一直在外面敲门 但是女儿没有开门 我想去帮她开门的时候 门外一个人也没有 2月3日 秦 女儿一直在吃冰箱里的东西 我趁她不注意打开了冰箱 里面放满了过期的矿泉水 我拿起一瓶尝了尝味道 好像没有坏 2月4日 外面下起了毛毛雨 女儿在家里找东西 房间翻得一团乱 我问她在找什么 她说自己在找猫 奇怪 家里有养猫吗 2月5日 雨很大 我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是大前天的时候 城外发生了一起车祸 我家的车被撞坏了 张氏司机逃逸 被撞坏的车里 没有人 2月6日 雨 我从警局做完笔录回到家 女儿一直在门口等我 她说家里有奇怪的声音 我仔细找了找 什么也没有发现 2月7日 雨 女儿又开始发呆了 我想躲她身后吓她一跳 结果我刚一转身 她就不见了 2月8日 行 女儿一直在看着阳台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东西 她表现得很害怕 2月9日 又下雨了 家里的钟不知道为什么停了 明明我最近刚换过电池 女儿一直盯着钟看 她说 钟在骗人 2月10日 雨 我想打电话问问 她住宅怎么样了 但是电话打不通 女儿把家里的猫粮都扔了 2月11日 行 她回了我一条短信 说是月底就回来 让我不用担心 我告诉她 女儿天天和猫一起睡 2月22日 雨 女儿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了 但我不知道奇怪在哪里 我感到有点害怕 日记的中间几页被撕掉了 2月28日 雨 她回家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打宰 浑身湿透 她把车钥匙还给了我 上面黏黏的 不知道沾了什么东西 女儿很高兴 2月29日 行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还有冰箱里剩下的菜 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女儿很高兴 2月30日 行 我来到车库 车子一点事都没有 一定是我想多了 女儿让我帮她喂猫 她跟妈妈出去玩了 我决定去买一点猫粮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想 一定是我想太多了 爸爸妈妈 今天也是互相恩爱的一天 我来到车子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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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到车子里面